事实上 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 最受后事肯定的就是让一 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 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 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鞠 鞠的一位师父照呼殉主自杀 同为师父的管仲不但不死 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 这个人不仁吧 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然忍 当然忍 如果没有管仲 我们都会劈头散发 已经往左边开 变成野蛮人了 十三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 没有齐桓和晋文 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 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 总之 阳仪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 也是文化需要 因此 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 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 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龙的征服 阳仪就要尊王 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 诸夏内部才能团结 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 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 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 齐桓公称霸的魁秋之会 晋文公称霸的剑土之盟 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 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 表面上反倒微风八面 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 在南方悄然崛起 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除 蛮夷之邦除 除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 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 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原地方 半球形的天寇在正方形的地上 叫普天之下 简称天下 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 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 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 叫四海之内 简称海内 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 叫中国 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 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华夏 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 西分则东约义 南约满 西约荣 北约底 统称则叫夷 或满夷 或夷底 所谓壤夷 便包括了东夷 南满 西戎 北迪 天原地方 圆形之内叫天下 方形之内叫海内 方形之中叫中国 华夏与满夷或夷底 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 按照礼记王志的说法 东夷和南满不火时 即不吃熟食 生吞活泼 西戎和北迪不利时 即不吃粮食 只吃肉类 至于服饰 东夷 披发纹身 被读如披 意思也是披 即披头散发 身上刺青 南满 凋体胶脂 即额头刺青 光着脚丫 西戎被发衣披 即披头散发 不穿丝绸或麻布 披瘦皮 北迪 衣羽毛学区 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 还住在洞穴里 其实还有吴和月 是断发纹身 罗以为是 十四级剪断头发 身上刺青 不穿衣服 显然 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 是文化的 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 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 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 用火 农耕 养残液和纺织液 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 用火则熟食 农耕则利食 养残则衣博 纺织则衣布 因此 如毛银血 不吃粮食 不穿衣服 身披瘦皮 不会盖房子 都是落后的表现 至于纹身和刺青 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 所谓批发纹身 以向林宠 十五正说明 这些民族 还停留在生殖崇拜 或图腾崇拜阶段 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 而这种进步 是要有标志的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 这个标志就是竖法 因为对头发的约束 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 而且是道德的约束 因此 断发和批发 都是不文明的 甚至不道德 赤身裸体和刺青纹身 也如此 因为要显露刺青和纹身 就不能穿衣服 而如果一丝不挂 暴露无疑 则体面何在 体统何存 蛮疑 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便在华夏民族心中 油然而生 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 让中原诸夏 以居高临下的态度 看待周边民族 包括蔑氏处 楚人的来历 现在已经说不清了 所谓楚之先祖 出字底专须羔羊 是靠不住的 司马迁自己 也说他们或在中国 或在蛮夷 福能计其事 比较靠得住的 是楚人的先军 雄义带兵 参加了武王伐州的战争 被封在楚蛮 号称楚子 子 未必就是子绝 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 事实上 春秋 遗书中 蛮夷或遗迪的酋长或国君 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 楚人虽然在西州初年 就与中国发生关系 却并不被看作诸夏 楚人自己 也以蛮夷自居 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 就公开说我蛮夷也 他们这样说 目的是要称王 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 只能称公称侯 能称王的 只有周天子 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好事 意思也很清楚 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 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 熊通则更不客气 干脆自称武王 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 完全不把天下公主放在眼里 十六 这样看尊王攘仪 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 他们来争霸 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 所谓春秋武霸 历来就有各种说法 但无论哪种说法 都有齐桓公 晋文公和楚庄王 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 并无争议 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 中原诸夏就已经赶到了楚国的威胁 为此 郑国和蔡国在邓 已在金河南省洛河市境内 举行了盟会 这时的郑军是庄公 以郑庄公之强 尚且聚处如此 其他诸夏可想而知 十七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时的楚军 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 这时的楚国 则正争争日上 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 使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 为盘中餐 囊中物 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 寄予已久 武王在世时 汉水沿岸畸姓诸国 便被楚人吞并已尽 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督影城 今湖北省荆州市 又先后灭掉申国 江姓 在今河南省南阳市 邓国 曼姓 在今湖北省襄阳市 西国 姬姓 在今河南省西县 征服财国 姬姓 此时在今河南省上财县 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 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 于是从文王到城邦 楚人五次罚政 非必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 最后一次 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 打算向楚国投降 想当年 郑庄公与蔡国结盟 就是为了对付楚国 现在 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 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罢 郑国遭楚公击两三个月后 齐桓公出手了 楚城邦伐政 是在鲁锡公三年 公元前657年 东 第二年正月 齐桓公便联合鲁 宋 臣 伟 郑 徐 曹祖成八国联军 浩浩荡荡杀了过来 他们的做法 仍然是吃柿子剪软的捏 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 可怜那蔡 原本就是小国 当然不堪一击 打败了蔡国的联军成胜前进 准备攻打楚国 楚城邦文迅 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城邦的召会很有名 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不与君之设无地 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 很委婉 很文雅 也很强硬 所谓风 就是雌雄相友 动物发情时 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 像风一样 雄性闻道就跑过去了 所以 楚国的召会翻译过来就是 君上您住在老北边 寡人我住在老南边 归我两国相距千里 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 也跑不了那么远啊 没有想到 君上您却大驾光临 来到毕国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 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 齐国这边 管仲却带桓公回答说 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 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 影响了王室的祭祀 所以寡人要来征讨 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 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 其实不然 得到授权 请问谁授的 管仲说是赵公氏 赵独如少 使独如是 授权给谁 管仲说是太公旺 也就是江太公 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 周初 此刻是什么时候 春秋 这个授权 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 更何况 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 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 也站不住脚 没错 当时诸侯各国 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 楚国的义务 是进贡一种茅草 以便祭祀的时候 用来绿酒 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 大约是可能的 但在春秋时期 许多诸侯都不怎么 把天子当回事 这种事情也多了去 凭什么 专拿楚国开刀 至于周昭王 是西周第四任天子 他难寻来到汉水时 汉水的人很讨厌他 就在过河的时候 给了他一只漏船 这是早已过去三百多年 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 什么耳共包毛不入 什么昭王难争而不负 都是借口 但在外交场合 不能把话说穿 于是 厨师就说 过率指望地送去 这是毕国寡德之君的罪过 今后齐赶不送 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 请问问汉水之兵好了 这就谈不拢 只能各自回去 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 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 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 并前去拜见齐桓公 桓公为了表示礼让 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赛行 独如行 齐地不祥 后退到赵陵 齐地一步祥 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事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简约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 桓公的意思很清楚 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 事情都好商量 因此一开始 他就先唱高调 说这次起兵 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 楚帅也放低身段 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 但当桓公要武扬威 声称以此重战 谁能预知 以此功成 合成不克时 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 君上如果以德服人 请问谁敢不服 如果一定要用武力 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 我们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墙 以汉水为护城河 贵君虽然人多势众 怕是没有用武之敌 话说到这个份上 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 楚国并不好惹 硬要开战 只夺杀敌一千自尊八百 说不定还两败俱伤 楚国也很清楚 齐国要称霸 是挡不住的 自己也没资格争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最后两国签订盟约 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 已不可考 但楚人承认 对周天子富有义务 承认供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 敢不供 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 楚人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 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 攘一的目的也算达到 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 齐桓公当然建好就收 十八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机 却由此奠定 五年后 齐桓公在奎丘 齐帝当在今河南省南考县 与宋 鲁 魏 郑 徐 曹六国结盟 周湘王派人祝贺 实称奎丘之会 是齐国称霸的标志 十九 显然 没有前面的赵陵之盟 就没有后来的奎丘之会 因此 前者历来被看作还公的得意之作 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 116年后 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 召开诸侯大会议语称霸 仍表示要以赵陵之盟为榜样 二十 可惜 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 是这次盟会 秦晋两国都没参加 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 霸主的地位和盟阅的价值 便要大打折扣 说白了 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 他的成就霸业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 正如司马迁所说 当时王室衰微 晋国内乱 秦穆公敬而远之 楚城王又让了一步 二十一所以齐桓的争霸 其实是不争之霸 真正的争霸 是后来的晋楚两国 那才是一部春秋时的主旋律 其间 包括宋湘公的图霸业 秦穆公的霸西荣 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 二十二 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罢 那么晋文公便是一战而罢 二十三这场战争 就是城朴之战 这在春秋时期 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 却是第一次大战 但开战和结局 却似乎在计划外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 城朴之战十一年前 齐桓公去世 他的五个儿子 争夺军位打成一团 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 宋湘公便做梦要吃天鹅肉 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 结果 却是在盟会中被储君俘虏 后来又因红之战受伤而死 只在历史上留下了 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 二十四图霸不成的宋 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然而就在宋成功到楚国 朝见楚成王的同时 周湘王的弟弟王子待叛乱 雇佣敌军罚周 东周京城被敌军和叛军攻破 避难正国的周湘王 向秦晋两国求援 这时的晋文宫 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 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他慈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 带兵顺流而下 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一举打败敌军 消灭叛军 把周湘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 嚷一 平叛 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 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 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 就变卦樊水 成为晋国的同盟 气焰正望的楚人 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 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隐和司马出兵 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 联合臣 蔡 郑 许四国军队为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宫拍案而起 事实上 宋国挨打 原本因为他们判处极尽 这势力 当年文宫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 一路走来 为文宫无礼 曹公公无礼 郑文宫也无礼 宋相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成 独如乘 二十五这是情 所以 宋国大难临头 进文宫众耳于情于礼 都不能坐视不管 当年追随文宫四处流浪的 一般文武老臣 也很以为然 他们甚至认为 扬名立万 成就罢业 正在此一举 因为报恩和救难 是得人心的 至于策略 则是讨伐曹国和魏国 曹国刚刚依附楚国 魏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 这两个小弟挨打 做大哥的楚人必救 宋吉结为 何况曹和魏都曾无礼 不打他们 打谁 文宫然奇迹 为此 他将父亲进宪宫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 扩充为上中下三军 鲁西宫二十八年 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 春 晋文宫清曹发位 心惊胆战的魏成宫 请求结盟 晋国不同意 想去讨好楚人 本国不同意 魏国人甚至驱逐了 他们的这位国君 来取悦晋国 曹公宫更惨 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 就连鲁西宫也吓破了胆 竟然杀了派去保卫魏国的大夫 以此向晋国先昧 然而楚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宫审时夺势 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 楚城王爷审时夺势 决定退出 他对令淫子玉说 晋侯这个人 在外流浪十九年 什么苦没吃过 什么事没见过 老天爷给了他年寿 又给了他晋国 上天所赐 拿得掉吗 算了吧 离开宋国 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 刚而无礼的家伙 他一再请战 定要与晋人决议辞雄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晋文宫仲尔流亡时 不但受过宋湘宫的恩典 也受过楚城王的款待 当时城王曾问崇尔 公子如果回国为军 准备拿什么来报答不古 楚王自称 崇尔说 奴仆 姬妾 牺牲 玉博 军上有的是 翡翠 牦牛 象牙 西匹 贵国之所产 崇尔能够报答的 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 退彼三舍 如果退兵九十里后 军上仍然不肯宽恕仲尔 也只好左手提马边弯弓 右边跨弓带剑带 与军上周旋 此刻 晋文宫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幸就理直气壮 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 两军还没开战 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 然而紫玉却不懂这道理 他不顾众人反对 一路追到了成仆 魏帝 在进山东省范县 与晋 齐 秦 送联军对阵 4月2日 成仆之战爆发 时间是一天 结果是储君溃败 楚城王文训 派人烧信给紫玉说 大父您如果回国 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紫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宫 来到正地建土 经河南省原阳县与武社县之间 与其宋 鲁 蔡 政 为 臣七国之君会盟 实称建土之盟 向当年 齐桓称霸的魁丘之会 周湘王只是派人赐以做肉 做独如坐 祭祀祖宗的肉 建土之盟 则不但湘王亲自到场 还策封晋文宫为侯博 及诸侯之场 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 又有文物为证的 26 众星拱月 有政上岗 晋文堪称 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 那就是秦国没有羽盟 27我们知道 成仆之战 秦国可是同盟军 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建土之盟 28同为战胜国的秦 却不参加呢 难道秦木工也是要争霸的 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 正是准霸主秦木 秦木工也是春秋武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 因为对于所谓武霸 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吴王河驴 岳王勾建 建于荀子 王霸 另一种是齐桓 晋文 秦木 宋香 楚庄 建于风俗通 武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武霸 原本就是凑数 凑成武霸的原因 则是前有所谓三王 下语 上唐 周文 有三王就得有五霸 以表示金不如稀 有了三王五霸 则又编造出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 三王五霸 三五成群 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宋香公 身败名裂 怎么算得上一霸 吴王河驴和岳王勾建 既在春秋晚期 又都偏于异于 岂能与齐桓 晋文相比 倒是秦木工 可以一说 秦木工的身影 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 青春志中频频出现 把公子一无送回晋国为君的 就是他和齐桓公 时间则在魁秋之会的同一年 可见那时的霸主 虽然是齐桓公 但秦木工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 等到晋惠公一无驾崩 齐桓公也已经去世 李公子中而为晋军的 就只有秦木工了 因此秦木工是晋文工的恩人 而且是大恩人 也因此 晋文工中其一生 都不肯与秦木工发生冲突 尽管鲁锡公29年 秦晋联首罚政时 秦木工曾单方面撕毁协议 由铸进而改为铸正 这个故事 清春至也讲过 但文工之后就两样 29 鲁锡公32年 公元前628年 晋文工重而去世 秦木工趁着晋人国内 有丧无暇旁顾 派出百里孟明氏 百里氏氏 孟明氏字 氏氏名 西齐树 白衣炳三元大将东征 准备偷袭郑国 不过这个局 却被郑国商人贤高给搅黄了 贤高贩货到州 陆遇秦军 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 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牢尸 一面派人回国报信 郑木工闻讯 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 诸位在毕国住得很久了 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迷路带回去 孟明事件 郑国已有防备 只好改变计划 灭了华国 激性 在金河南省衍诗县境内 班师回朝 这是引起晋人的同仇敌愕 他们痛恨秦国不哀无丧 而伐无同性 晋和政 华都是畸性 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 继位的晋香公披骂待笑 把白色的桑服染成戎服的黑色 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底 悬奸秦军 俘获孟明氏 西起树 白衣炳 这才回国安葬文宫 据说 晋国的桑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元大将 很可能会血溅军骨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盈 文盈是秦国公主 文公夫人 相公嫡母 当朝老夫人 于是 他便以这四重身份 对晋香公说 那三个家伙 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 毕国寡德之君 恨不能拾其肉寝棋皮 军上何不满足一下 寡君的愿望 于是 晋香公放那三元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盈所料 秦木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 他身穿 表示君拜 国辱的胸服 来到国都之外 交迎孟明氏等人 秦木公哭着说 委屈诸位了 这一次 都是寡人的罪过 诸位有什么错 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氏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 文盈跟目公通过信息 但就连晋国的大府 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 晋香公后来也反悔 派兵去追 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 那三元大将已在河中 孟明氏在船上 恭行大礼说 如果毕国寡德之君 成全君上的人爱 不以下沉君前续谷 那么 三年之后 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 秦晋彭崖之战 孟明氏再次一败涂地 晋仁甚至讽刺说 将军扬言三年之后 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 可真是说话算数呀 那就把贵君称为 败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木公 没有气馁 孟明氏也仍被重用 秦国君臣同心同德 奋发图强 阔军备战立兵握马 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血恨 鲁文公三年 公元前624年 秦师伐晋 木公亲征 步过黄河时 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 已是必死的决心 晋国君臣也知道 秦师哀兵必胜 便采取不抵抗政策 皆守城不出 于是秦军横冲直撞 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扫荡净土 夺取禁地 祭奠了阵亡将士 然后回国 一年后 秦木公再接再历 征服西戎 司马迁说 这世的秦木公一锅十二 开地千里 碎坝西戎 三世 那么 秦木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 论能力和水平 他不在宋乡之下 论功德和影响 则应在和驴和勾建之上 但他和宋乡公一样 都犯了严重错误 宋乡的错误 是杀活人做牺牲品 秦木的错误 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 鲁文公六年 公元前六八十一年 秦木公驾崩 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 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 因此 当时的时事评论员便说 秦木公没能成为霸主 是理所当然的 三十一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是的 比真霸主的差 比非霸主的强 几乎二者之间接济于霸主 木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 木公之后 中春秋一世 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 这跟桓公之后的起义差不太多 要听他们唱大戏 恐怕还得稍等天刻 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 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 第三章 南方崛起 岳王勾剑解下配剑 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 先生交给寡人乏无之术一共七种 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 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 要不要到先王那里 在自己身上逝世 九头鸟 秦木公去世前五年 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 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 以及父亲文王 楚国的基业 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 至于成王本人 在位四十六年 心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 宋湘和秦木跃跃欲试 赵陵之盟 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 成仆之战 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 绑架宋湘公 又在第二年 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 还是他 春秋前期的争霸时 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 英雄一世的楚成王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 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 好色 齐齐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 往往是废敌历数 废长历诱 历处一席 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 喜欢历 年轻历壮的公子为君 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 专一与诸夏作队有关 年老历衰的君主 是领导不了这个上五八蛮之帮的 于是 鲁文公元年 公元前626年 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 另立姬妾之子为楚 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 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父潘崇 潘崇问 让位服软 做得到吗 商臣说 做不到 潘崇又问 流亡国外 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 做不到 潘崇再问 那么 干一件大事 做得到吗 商臣说 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 宫廷政殿 抢班夺权 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 但不会这么讲 只有楚人毫无顾忌 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 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 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 十月 朱义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 逼楚成王自杀 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 也不被批准 成王无奈 只好自意 但他吊死以后 却不肯闭眼睛 因为拿不准 这些不孝子孙 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嗜好 嗜好是最后的面子 死了也得要 这是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 最先定的是零 这是恶事 比如后来的晋陵宫 正陵宫 陈陵宫 便都是既为君不道 又死于非命 因此 成王听了 便不肯闭眼睛 商臣等人无奈 只好改是为成 成王这才满意的升天 商臣即为 是为穆王 一 穆王虽然是君是父 要算乱臣贼子 但列祖列宗的基业 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 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将 在今河南省西县 灭六 独如鹿 在今安徽省鹿安县 灭了 在今河南省故事县 伐政 清晨 伐军 独如军 在今湖北省云县 为朝 在今安徽省朝县 二干的有声有色 可以说 穆王去世时 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 交到了儿子手上 他的儿子 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全马 没人告诉我们 庄王即位之初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只知道 三年之间 此军不理朝政 不出军令 一味交涉淫逸 大夫无拘忍无可忍 入宫觐见 庄王却左手抱着正姬 右手搂着乐女 嬉皮笑脸地坐在乐队中 一副眉心眉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无拘所说 有只鸟呆在高高的山上 三年不飞 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 按照庄王的说法 这只鸟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三年不鸣 鸣将惊人 如此以静置动叙事而发 岂非九头鸟 三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 楚人的精神是罢蛮 楚人的心气是不服舟 楚人的传统是我蛮一野 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 抗衡华夏 图谋中原 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 看来 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 先玩个够 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 头一年 他就联合秦国和八国灭了庸 在金湖北省竹山县 三年后 又联合郑国侵陈亲宋 后来更命令郑国通打 被楚详尽的宋国 可见 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 晋国则由于临宫被杀 国内动乱 几乎无暇多顾 于是庄王一路凯歌 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 声称要在王级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这一世的天子已不是湘王 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 华夏霸主来护驾 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 只好派王孙满去劳军 楚庄王志得一满 竟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 我们知道 九鼎传为下语所住 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 象征着下对个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 后来下劫师得九鼎千商 阴咒师得九鼎千州 鼎之所在 即权力忠心所在 楚庄问鼎 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此言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 告诉楚庄王 关键再得不再顶 现在周德虽衰 却天命未改 顶得大小轻重 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 一言不发 收兵回国 四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 什么再得不再顶 全是扯淡 权力的获得 霸业的完成 不再顶 也不再得 再利 他现在 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 称霸就是迟早的事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 很艰难 的确 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 进门公是一战而霸 宋香公是战而未霸 秦牧公是战而半霸 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 血战而霸 苦战而霸 其中最惨烈 也最悲壮的 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 唯颂之意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火端 其实在楚庄王 其因是有一次 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 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 出使晋国的 要路过正国 出使齐国的 要路过宋国 庄王却吩咐二人 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 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 哪怕路过罪儿小邦 也要借道 已是对该国领土 和主权的尊重 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 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 只不过郑国在此刻 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 多半会忍其吞声 宋国就不一样了 他们在两年前 跟晋国 魏国和曹国建立了攻守同盟 盟约规定 如果有谁被人欺负 当共就之 叫续病 如果有谁背叛同盟 则共讨之 叫讨二 这个条约 宋国执行得很到位 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 以宋人之刻板较真 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 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州 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州叫苦不迭 郑国聪明 宋国糊涂 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 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 敢 他要杀了你 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 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 一个世人 尚且可杀不可辱 何况是一个邦国 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礼 宋国的执政花园说 途经我国而不戒道 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 等于是亡国 得罪楚人 引来兵货 也要亡国 如果同样是亡国 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州被杀 楚庄王文逊 一甩袖子就往外冲 随从们追到前院 才送上鞋子 追到宫门 才送上配件 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 气得发抖的楚庄王 下令立即发兵为宋 而九头鸟冲关一幕 宋人是抵挡不住的 鲁国甚至赶紧表态 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一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 晋锦公倒是打算就送 却被一位大夫拦住 这位大夫说 随便之场 不及马腹 这是我们管不了 上天证券故楚国 我们岂能争锋 是河流湖泊 就要容纳污泥浊水 是山林草野 就要藏医毒蛇猛兽 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 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 这是天道 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暗兵不动一箭不发 只派了一个名叫谢阳的使节 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谢阳路过郑国时 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 楚人用重金贿赂谢阳 要他去送假情报 谢阳三句不成 只好答应 然而当谢阳登上楼车 向宋城喊话时 喊出的却是 宋国弟兄们顶住 我军全部集结完毕 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 勃然大怒 下令要杀谢阳 庄王对谢阳说 出尔反尔 什么意思 非我无情 是你无信 上刑场吧 谢阳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谢阳说 军能发布命令 交易 臣能完成使命 教信 以诚信实现道义 教力 以无二信 信无二命 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 一个使臣受命而出 使命就是生命 又岂能被人收买 先前应付军上 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 那才叫做守信 于是庄王放谢阳回国 其实谢阳喊不喊话都无所谓 事实上 到鲁宣公十五年 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 得五月 楚人军粮已尽 也熬不住了 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州的儿子 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 申州是明知 必死无疑 也硬着头皮 前往宋国的 他这样做 一方面固然因为 亡命难为 陈道有责 另一方面也因为 庄王夸下海口 许下诺言 现在申州已慷慨赴死 庄王却言而无信 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 也无言以对 这时 楚国的另一位大父 出了一个主意 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 修水利 开荒种地 而且说干就干 传递给宋人的信息 也很明确 申州之仇 非报不可 你们一天不投降 我们一天不走 一年不投降 一年不走 一辈子不投降 一辈子不走 反正 我就跟你们杠上了 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 举国震惊 欲哭无泪 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 宋都被围以八九个月 城中早已历米无存 国人只能交换孩子 杀了吃掉 拆解尸骨作为燃料 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 请问谁能就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 宋国执政 花园挺身而出 半夜三更潜入楚营 把楚军统帅子反 从床上叫起来 花园说 寡君派原来 食言相告 毕国担尽良绝 只能一子而食 西海以炊 但即便如此 要我们签订 城下之盟 无异于亡国 断然不能 如果贵军 能够后退三十里 唯命是从 现在轮到 楚人震惊了 他们退军三十里 与宋国签订条约 相约我无尔诈 而无我鱼 并以花园为人质 至此 鲁 宋 正 臣接从楚 楚霸一成 五 但 这是怎样的霸业 两笔账 为宋之意 有两个邦国的态度 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 就是禁和正 禁国按说是应该就宋的 这不但因为 禁宋之间有盟约 也因为禁楚两国 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 既是霸权的代表 又是争霸的禁敌 实际上 楚庄王称霸之难 就在于有禁 我们知道 春秋时期 有条件 有资格 有能力争霸的邦国 不是五个 而是四个 即其楚 秦 禁 其中 禁国又最霸道 从文宫创霸 湘宫纪霸 到立宫赴霸 到宫定霸 霸权二字 始终不离禁国 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禁 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 也可以反过来说 禁国维持霸权之难 就在于有楚 楚 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 就强行掺和进来的 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 跟锦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 所以 无论于情于理 于义于利 禁都应该抗楚元宋 那么 禁国为什么作弊上官 因为贬之战 贬之战 是成仆之战后 禁出两国的第二次大战 他的故事 我们在青春制中已经讲过 这里要说的是背景 背景 就是春秋的争霸 跟战国的兼并不同 战国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灭掉一国是一国 吞并一家是一家 春秋却向黑社会掰手万抢地盘 谁的小弟多 谁就是老大 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 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大哥 争国大父子梁就说 反正禁出两个大国 都是不讲道德 只讲武力的 那就谁打过来 我们跟谁吧 大国都不讲信用 我们守什么线 六 可惜 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 是挨打的次数更多 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 纵容小弟叛变 也没有哪个小弟 会连巴掌都没挨过 世面都没见过 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 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 得在大哥身边安前马后 于是不服软要挨打 服了以后转变立场 也要挨打 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 则要跟着去打别人 如果是中等邦国 则还可能仗势欺人 欺负一下小国 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 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 不会少于大国 比如春秋时期 郑国参战的次数是72次 宋国是46次 这些战争 有的是自卫 有的是侵略 有的是因为 要服从霸主的命令 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 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 永远胜利 永远是老大 比如成仆之战尽胜 殿之战就是处胜 一方胜利后 另一方的小弟 就会自动或被动地 臣服依附于胜利者 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 就要教训这些 见风使舵驱炎覆势的小弟 小弟扛不住 有归顺原来的老大 新老大当然也不干 就要来找他们算账 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 最后只好两个大国 再打一仗 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进处争霸模式 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 只能是中小邦国 七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正在春秋早期 也是一条汉子 但到楚庄王时代 却已是眉毛的凤凰不如鸡 汝文宫十七年 公元前六百一十年 郑国虽然追随晋国 伙同魏国和陈国伐送 但晋国仍然怀疑 他们与楚国私通 郑国无奈 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 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 信的最后说 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力 难道是我们的罪过 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 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 吧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 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 两年后 公元前六百零八年 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 从了晋 郑国跟宋国是世仇 宋国从晋 郑国就从了楚 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 于是陈国也从了晋 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 就起兵亲臣亲宋 晋国为了救臣救宋 则起兵伐政 楚国为了救政 在北林 在今河南省新政市 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 俘虏了晋国大夫谢阳 后被释放 郑国则在第二年 公元前六百零七年 奉楚国之命伐宋 大获全胜 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 后来逃走 这下子 晋国火矛三丈 一连几次伐政 以致打得郑国投降 郑国与晋国结了盟 楚国当然要教训他 于是从鲁宣公三年 公元前六百零六年 其 楚国接二连三伐政 也一直打得他投降 不过这回 郑国扶楚以后又判处 楚庄王岂能容他 便在鲁宣公十二年 公元前五百九十七年 春天将郑都团团为定 后面的故事 我们在中华史第四卷 青春志的第六章已经讲过 北韦的证人进行了占卜 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大哭 三个月后 郑都沦陷 郑乡攻光着膀子牵着羊 递交了投降书 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 咽不下这口气 与楚军开战 也被打得一白涂地 而这场战争 就是汴之战 有汴之战才有宋之为 实际上 楚庄王为宋之前 金锦宫已在同一年 罚过证了 只不过没有真打 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 近人公开的说法 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实际情况 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 所以 为宋之意 晋国袖手旁观 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汴之战是一个转折点 一方面 楚国成就了霸业 今后的历史 将使晋楚继续争霸 这是一笔账 另一方面 则是晋国开始连吴 楚国开始连月 这是另一笔账 晋与楚是对手 吴与月是尸丑 他们的背后 又有齐与钦 齐国常常帮助晋国 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 九齐驻晋 秦驻楚 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 晋连吴 楚连月 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 有了他们 争霸战争的喜马 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而华夏文化的雨露 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 这两个小霸主 就是吴王河驴和月王勾建 河驴伐楚 河驴称霸 是在楚庄之后八十八年 这当然是楚庄王想不到的 他想不到 他的儿子贡王也想不到 否则 庄王没准就会成全了乌臣和夏姬 贡王也不会听任自众和子反杀光乌臣的族人 寡分乌臣的财产 总之 正如我们在青春制中讲过的 叛逃到尽又家破人亡的楚国大副吴臣 为了报仇血恨 不但鼓动晋国连吴 而且亲自带着兵车到吴国 担任吴军的教官 叫他们车站 叫他们布阵 叫他们反楚 是 吴国勃然兴起 吴臣的叛楚驻吴 有那么重要吗 有 事实上 吴国虽然号称周文王两位伯父之后 其实却是蛮夷 与中原诸夏并无交往 十一文化相当落后 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地位 他们作为长江下游的水乡之国 以舟船逆流而战 以非尚有楚国之对手 然而 吴臣史乌之后 吴人不但有了靠山 而且有了陆军 便对楚国不再客气 他们舍舟登陆 由淮南江北浮楚之辈 楚国的东北部 从此再无宁日 吴国崛起的同时 楚国却开始内乱 楚国之乱 是从公元前五百四十六年的 米兵大会之后开始的 这次大会 楚人虽然争得了煞血的优先权 却也由此盛极而率 最早 使康王的弟弟王子 为谋杀了当时的楚军甲敖 自立为君 这就是楚陵王 此军的交涉淫逸和专横跋扈 我们在青春制中已经领教过了 结果是 当凌王在周来 金安徽省凤台县 阅兵为徐威胁吴国时 国内发生动乱 乱党杀死了凌王的太子 凌王的部队则在文锦回国的路上 一哄而散 逼得凌王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吊死 凌王死后 楚国继续动乱 统治集团自相残杀的结果 使公子契级夺取了王位 改名雄居 这就是楚平王 正是这位平王 给吴国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敌人 最后弄得楚国一败涂地 这个劲敌就是吴子虚 吴子虚名媛 独如云 自子虚 他的祖父 就是辅佐楚庄王称霸 支持楚陵王上台的吴举 吴举的儿子是吴奢 吴奢的儿子是吴尚和吴源 子虚 但吴奢的运气显然不如吴举 吴举辅佐的储君 庄王是霸主 凌王是肖雄 吴奢侍奉的平王 却是混蛋 这个混蛋 先是受人怂恿 霸占了原本为太子迎娶的女人 然后又听信这坚韧的谗言 要杀太子 以及太子的师父吴奢全家 为此 平王抓住吴奢做人质 声称只要吴尚和吴源回来 就免吴奢一死 吴尚和吴源 回还是不回 很难抉择 不回等于见死不救 回则肯定同归于尽 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得明白 于是各个武尚对弟弟吴源说 你快走 我去死 父亲危在旦夕 总要有人尽孝 我家惨遭不幸 总要有人报仇 以你我的能力 我能送死 你能复仇 兄弟你好自为之 你我各尽其责 结果 武尚和武奢被杀 吴源则逃往吴国 十二 这时的吴王 是辽 但吴子虚很快就看出 王辽其实帮不了自己 反倒是折腹已久的公子光 必将取辽而代之 为此 吴子虚替光找到了一位杀手 自己则暂时隐居起来 鲁昭公二十七年 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 四月 也就是吴子虚逃到吴国的第七年 公子光趁吴国出兵伐楚 国内空虚 发动了宫廷政变 吴王辽在宴席上 被吴子虚收买的杀手刺死 公子光自立为君 是为吴王和驴 十三 和驴决定与吴子虚联手刀处 子虚为和驴定下的战略 是先打运动战 再打殲灭战 吴子虚说 楚国的执政 人多嘴杂 离心离德 还都不负责任 请军上组建三支军队 分别在不同的时候 从不同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 第一支部队出击时 楚军必定清朝而出 敌军一出动 我军就撤退 敌军撤退 我军第二支部队 就从另一个地方出击 敌军又会清朝而出 我军再撤退 然后在第三个地方出击 总之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们打疲劳战和消耗战 永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动向 这样用不了几年 楚军就会被我们拖垮 那时 吴国三军齐发 便可一举成功 和吕采纳了吴子虚的建议 楚军也果然疲于奔命 仅鲁骄公三十一年 公元前五百一十一年 一年间 他们就至少奔走于六 鲸安徽省陆安县 前 鲸安徽省火山县 前 鲸河南省西县 等地 吴子虚的策略成功了 十四 与此同时 楚人也在自取灭亡 我们知道 和驴即位时 楚平王已经去世 继位的昭王是个孩子 哪里会治国 也根本听不尽两眼 时无楚国的执政令吟紫长 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蔡昭侯朝楚 紫长向他索要玉佩 蔡侯不给 紫长就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 唐成功朝楚 紫长向他索要豪马 唐侯不给 紫长也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 蔡仁和唐仁无奈 只好交出玉佩和豪马 但虎口脱险后 蔡侯就一撞告到了晋国那里 晋国不肯受礼 便又求交于武 原因很简单 楚自昭王即位 无遂不有无师 十六 自作孽不可活 法楚的时候到了 鲁定宫四年 公元前五百零六年 东 吴王和吕联合蔡国和唐国大举进攻 步步为营深入处境 从淮河打到汉水 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 再打到白举 进湖北省麻城县 清发 进湖北省安路县 雍氏 是独如氏 进湖北省京山县 楚军节节败退 吴君锐不可当 直逼颖都 紫长一败再败 逃往正国 昭王闻风 丧胆 逃往云梦 吴君将领 大模大样地 住进了楚国王宫 如果不是后来秦国出兵 阅人习吴 吴国又发生了内乱 楚人差一点就会亡国 十七 吴子须总算报了仇 十八 当然 和吕也称了霸 可惜他这个霸主 堪称昙花一现 因为十年之后 他就兵败身亡 吴国也很快被灭 从称霸到王国 他们只封光了三十三年 这又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夫查王国 吴王是在鲁埃公二十二年 公元前四百七十三年 灭吴之人 誓越王勾结 王国之君 使吴王夫查 独如差 这是一个霸权大国的瞬间陨落 和彻底灭亡 从此 历史的舞台上 再也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实际上 这时春秋已经结束 只剩下鱼鹰羊羊羊 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 则即将被赵魏涵三家瓜分 十九吴国之王 可谓时当末世之秋 乱世之始 历史传递给我们的 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悲壮 还有七两 七两之情笼罩着吴国国都 孤苏城 事实上 从鲁埃公二十年 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 起 吴都就被粤军团团为定 如果说当年 楚庄王的为宋之意 还只是扬言要在宋都 郊外盖房子 那么 粤王勾结的伐吴 却是当真筑起了城墙 二十这下子 几乎谁都知道 吴国要亡了 晋国的执政赵吴旭 也就是青春制 终于让拼死拼活 也要刺杀的赵襄子 甚至把自己的隐士规格 降到比死去父亲还低 已表示 对一个邦国即将灭亡的哀悼 吴旭的家臣楚龙 则专程前往吴国送达慰问 楚龙说 毕国寡德之君的老臣吴旭 仅拍卑微的陪臣楚龙 前来为他的不公 赔礼道歉 贵我两国 先前确实有过盟约 誓言好恶同志 现在贵国盟难 吴旭并不敢推卸责任 只不过今日之事 实在不是毕国力所能及的 傅察跪下来磕头说 寡人无能 没有事奉好越国 让贵大夫操心 愧不敢当 然后站起来送上礼物说 勾建是要让寡人生不如死 寡人不得好死啊 说完这些 需要使节传达的外交辞令 傅察又苦笑着 对楚龙说了一句私放话 快淹死的人 肯定会笑吧 二十一 这一笑 凄厉甚人 哎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的确 傅察原本不会败 吴国也原本不会亡 因为越国根本就不是对手 没错 在鲁定公十四年 公元前496年的罪礼之战 罪毒如罪 在金浙江省嘉兴市中 岳王勾建不但大败吴军 还让和驴受伤身亡 可谓第一次亮相就出手不凡 但是战败的吴仁并没有气馁 结果和驴战败的夫叉 甚至命令部下站在院子里 只要自己进出 就大喝一声 夫叉 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叉则一定肃然回答 不敢 这时的夫叉 是刚毅的 果敢的 奋发图强 和天天向上的 他又怎么会亡国 娇狂放纵 刚愎自用 浩大喜功 实际上 夫叉曾经兑现了 自己的诺言 鲁埃公元年 公元前494年 吴王夫叉 大败粤军于复郊 当在金浙江省绍兴市境内 濒临粤国国度汇姬城下 粤王勾建 带着贾使五千人 退守汇姬山 几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这个时候 只要夫叉再接再厉 亡国的就是粤 不会是吴 然而夫叉 却选择了放手 他牛皮哄哄的 对吴子虚说 如果灭了粤国 将来寡人搞军事演习 谁当观众 二十二 这就是娇狂了 娇狂的结果 必定是自我膨胀 在夫叉看来 先王打败了楚国 自己打败了粤国 吴国当然老子天下第一 要称霸 就得经营北方 让中原诸夏服服帖帖 最而小邦月 不过大年三十的一盘粮菜 有没有他都过年 于是 夫叉不惜穷兵独武 大动干戈 北上伐臣 伐鲁 伐旗 又不惜劳民伤财 大兴土木 在寒江边铸成挖沟 连通了长江与淮河 二十三伐旗之后两年 他甚至不肯等到庄稼成熟 就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军北上 与诸侯汇蒙于黄池 近河南省丰秋县 为此 他在宋鲁之间开通河道 连接起遗水和积水 二十四伏叉 愁愁满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此时的越国 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计划 单等复叉犯大错误 这一点 其实早就有人看出 复叉与越购合时 吴子虚就说越国一定会十年生俱 十年教训 发起时 吴子虚又告诫夫叉越在我 心腹知己也 可惜夫叉听不进去 还赐给吴子虚一柄宝剑 让他去死 二十五 如此忘乎所以一意孤行 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蓄谋已久的越王勾剑 也当然不会放过 承虚而入的大好机会 事实上 当夫叉只高弃阳前往黄池 与禁定宫征当盟主时 国内只留下了守国的太子 和老弱病残 于是勾剑便在他背后 狠狠地插了一道 六月十一日 越军兵分两路 大举伐武 二十一日 越人大败吴君 俘虏了吴国太子 二十二日 宫入吴都 二十六 这时的夫叉 却仍在做他的霸主梦 他甚至一连亲手杀了七个 国内前来报信的人 以防吴国兵败的信息泄露 然而在七月六日的盟会上 晋国大副还是从他的脸色上 看出了问题 坚持不肯让步 夫叉的霸主梦 成了一枕黄粮 二十七 称霸不成的夫叉 匆匆回国与越一合 勾剑放过了他 夫叉也以为 越人既已捞回面子 就应该心满意足 于是黄池之会以后 夫叉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又做起和平梦来 这在夫叉 也许是因为 忏悔自己的浩大喜功 要与民休息 或者是心灰意滥 要安详晚年 但越国君臣并不这么看 在他们看来 夫叉的放弃战备 更是灭屋的大好机会 越国大副文种 甚至对勾剑说 臣不用占卜 就知时机已到 二十八 岳王勾剑笑了 他的心理当然也很清楚 而且这一回 他绝不会像夫叉那样 贪图虚名心词手软 一定要置无国于死地 因为勾剑不是夫叉 勾剑灭屋 勾剑与夫叉 有什么不同 夫叉天真 勾剑残忍 岳王勾剑的名字 在华人圈内 可谓耳熟能详 近人皆知 他那卧心尝胆的故事 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 口口相传 然而这是可疑的 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 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 没说卧心 二十九事实上 关于勾剑的可靠史料并不多 左传终只有寥寥几笔 国语的记载便以多一团 吕诗春秋 使战国末年书 吴越春秋更不靠谱 左传 国语 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 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 孤望听之可也 心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 勾剑非同凡响 勾剑是第一位岳王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岳王 因为勾剑之前 岳军并未称王 勾剑之后 诸王毫无业绩 从这个意义上讲 岳国的历史 就是勾剑的历史 岳国的故事 就是勾剑的故事 实际上勾剑之前的岳国 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 勾剑之前的岳军 在诗人眼里 也只算小谷土匪 所谓陨长之时 与吴王和驴战儿相远发 三十不过相互摩擦 就连岳军趁吴人 伐楚之姬西吴 估计也就是骚扰了一把 所以 春秋和左传 都只一笔带过 然而 允长去世后 勾剑的亮相 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最理之战 这是勾剑 即位后的第一战 也是越国队伍的 第一次胜仗 正是由于这一仗 越国君主的名字 也才得以第一次 出现在正史 开始引起 中原诸夏的注意 其实 这时的越国 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 刚刚战胜了 霸权大国处的吴王和驴 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之所以趁越国 心丧之机伐越 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 一举剿灭 从此落个清净吧 可惜和驴看错了人 是的 勾剑根本就不按牌里出牌 前面说过 春秋的战争 是两军对垒 列阵而战 像宋湘公那样的 还要遵守规则 讲究礼仪 这种打法 越军当然不行 勾剑的第一招 是先发制人 组织赶死队冲锋陷阵 一再挑战 结果训练有素的 吴军阵营严整 纹丝不动 勾剑便使出第二招 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 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 一起向吴军喊话说 两国军王交战 我等触犯军令 不敢逃避刑法 仅此自裁谢罪 说完 齐刷刷的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当时就看待看傻了 越军趁着吴军发愣 呼呼啦啦冲了过去 吴军猝不及防 当场溃败 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 三十一 如此狠招 也就勾剑使得出吧 也许 作为弱国和小国 勾剑只能打超限战 但 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 再小再弱 恐怕也想都不敢想 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 才做得出的 实际上勾剑的所谓罪人三行 很可能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 是真正的干死队 莫子就说 勾剑训练军队时 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 故意放火烧船 同时肋骨命令前进 结果 越军将士前赴后继 赴汤蹈火 死在火离水里的不计其数 三十二莫子距离勾剑时间并不久 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 勾剑也很懂得恩威并用 在灭雾战争中 他是这样带兵的 第一天 三军将士列队完毕 勾剑在军骨声中走到阵前 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 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 回家赡养父母 第二天 又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 自己挑选一人回家 第三天 又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 第四天 又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体力不支 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 不必报告 第五天 再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 如果有人要他回家 他不回 留在军中又不安心 上了战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本人杀无赦 妻子为妾为奴 于是全军将士 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 三十三越国的虎狼之师 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看 勾建在报仇血恨之前 一直对夫查卑躬屈膝 并不奇怪 他把吴都整整围了三年 也不奇怪 拒绝吴国投降 毫不留情的灭国 就更不奇怪 据说 吴王夫查曾派人向勾建求和 夫查说 当年寡人听从君上宁的命令 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 现在能不能 也不要毁了 毕国的宗庙和设计呢 勾建却冷笑一声回答说 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 吴国不肯接受 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 君上如果需要养老 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 三十四 心高气傲的夫查 只好自杀 夫查死了 吴国亡了 勾建要杀的 就只有自己人 这一点 他的得力助手范离 独如礼 比谁都清楚 于是范离大夫逃离了越国 临走前 范离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 飞鸟进 梁宫藏 狡兔死 走狗烹 先生快走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 勾建送去了自己的佩剑 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 先生交给寡人 伐吴之术 一共七种 寡人只用了三种 就灭亡了吴国 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 要不要到先王那里 在自己身上失事 文种也只好自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三十五这句名言 用在勾建身上 或者用在勾建的时代 难道果真是应验的 是 因为李坏月崩 南方崛起 我认为李坏月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